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7号报道 伊朗朱贝鲁特大使阿玛尼在寻呼机爆炸事件中受轻伤 虽然他并没有携带寻呼机 但他与携带寻呼机的人距离很近 阿玛尼被紧急送往医院 动了一个小手术 目前状况良好 伊朗官方一通社援引珍珠党声明 珍珠党宣布寻呼机爆炸事件导致三人死亡 要求民众警方有利于以色列的谣言和虚假误导性消息 珍珠党目前正进行广泛的安全和科学调查 以便找出这些同时发生的爆炸的原因 珍珠党还强调 各级抵抗运动及单位已经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保卫里巴嫩应对以色列威胁 据报道 17号在里巴嫩首都贝鲁特 以及东南部和东北部 人们随身携带的手持寻呼机 在差不多时间被引爆 造成多人受伤 除了使用寻呼机的珍珠党成员外 使用寻呼机的住宅区警卫和环保人员也被搏击 目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 珍珠党官员称 这起爆炸事件是珍珠党与以色列交战 近一年来所面临的最大安全漏洞 防卫视 珍卡里·穆森 德赫兰报道